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评估价大约在110万左右 起拍价是78万多 乘客坐车大意 银食手包 供将司机帮忙找回看病钱 抱回的第一时间 把这包交由我们业务员了 我的第一报道 您的第一选择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欢迎收看今晚的节目 我是东妹 大家好 我是一平 节目的最开始来关注高考方面的消息 紧张的高考已经结束了 目前考生们都在焦急等待着自己的成绩 想当年我高考的时候就牢牢的记住了一句智利名言 那就是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分分分考生的命根 因为这个分数的高低 很可能决定着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所以此时此刻考生的心情不言而喻 肯定要紧张的 更要说的就是尽快能知道自己的成绩 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声 别着急 因为目前我省已经进入到了评券阶段 那么月券评分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 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北师范大学 这里也是2022年秦宁省普通高考网上评券点 此时这里正在进行的是语文学科的月券 那在月券大厅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也是设置了几个小盒子 月券老师们是不允许携带任何物品进入月券室的 尤其是手机 优盘等能够拍照或储存的设备 以保证高考月券的保密性 走进月券现场 所有老师都坐在电脑前紧张 有序严谨的评审考卷 评券构成的就是我们以老师为主 加上我们一部分的硕士和博士 今年我们一共190人 今年吉林省语文试卷共计12万余份 同比去年增加了20% 为了保证月券的公平公正 6月11号开始试评 公司人员经过一天左右的试评后进入正评 其中作文采取4评 其他试题采取3评 把每个人的评分的指标和整体的数据进行对比 如果在哪方面有不足或者有问题 我们及时地调整和改进 能够确保我们评判能够公平公正 而且能够体现我们选拔性考试的这样一个特点 今年我省月券工作计划在6月20号完成 预计6月末左右 考生可查询到高考各科考试成绩 月券现场的画面大家也都看到了 我觉得这个阶段心急也是无济于事的 孩子们能够做的就是相信自己的实力 同时也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个时候考生们除了盼着知道自己的成绩之外 还要谨防高考诈骗 不要心急而失去了警惕 高考刚刚结束 考生朋友们还需注意 这几种东西千万别发到社交平台上 包括准考证身份证 考生号级密码 志愿填报表 成绩单 成绩查询页面截图 个人录取通知书 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之人窃取 可能会被实施精准诈骗 近日有考生反映 受到所谓省教育厅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办发来的短信 称在监控中看到其有疑似作弊行为 要求其拨打锁流电话确认 对此记者向长春市招生考试中心进行了咨询 近期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则高考诈骗案件 向学校捐款可以奖励加分送礼问候拉进校方关系 被告人周某通过伪造微信聊天记录 制造学生被浙江大学录取的假象 骗取学生家长130余万元 法院审结了这起诈骗案件 依法判处被告人周某有期徒刑八年九个月 并处罚金九万元 高考既要金榜提名又要火眼金睛 对于近期的涉高考诈骗案 公安部对广大考生和家长们做出了提醒 手机收到提前查分链接 不请自来录取通知书 大学招生内部指标等诈骗手段多发 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 仔细甄别信息来源 按照官方公布的渠道 开展查分 填报志愿等后续事项 避免上当受骗 最近这段时间雨水充足 这街边的树木长得也十分快 有些枝条就已经垂落到人性道上了 为此长春高新区率先行动 组织人力对辖区树木进行了修剪之夜 在长春市高新区 飞越中路和光谷大街交汇附近 记者看到了这片树木长得十分茂盛 枝条已经遮住了人性道 过往行人很是不变 这种情况下不走车道得怎么过去 你信不信我能走去 不信 看着啊 长春高新区在巡查过程中 发现了这些茂盛的树木后 对树枝进行了修剪 正对今年的雨水道和期间的疫情影响 我们加大巡查 对有一些影响群众出行的树木 我们及时进行修剪 确保老百姓的通行顺畅 当然树木的修剪 只是高新区的整个绿化的一部分 高新区辖区55平方公里 绿化460万坪 绿化占有率高达45% 为了打造舒适清新 风景宜人的居住环境 他们可是没少下功夫 今年接着到目前 小木修剪了26万柱 绿笔这块修剪了是66万坪 草坪修剪了大概是380万坪 确保了整个修剪规范 同时造型优美 为高新区百姓营造舒适 清新整洁的一个绿化环境 除了修剪城市绿化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 也是市政道路 方砖步道 路边时包括雨水井设施的维修期 没错 今年也不例外 目前呢 长春市政已经开展了基础设施 夏季修缮维护工作 长春市新岳公园北口附近的人行道 有一段没有铺设方砖 每次下雨 这里都会出现一个水泡 道路也是泥泞不堪 十分不好走 原来是土路 原来这块好像建筑堆一些沙子什么的 一大堆土 走的时候很不方便 你硬下完以后不太好走啊 修上确实好方便这些个锻炼的人 今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 市民说的土堆不见了 坑洼的地方也被沙土填平了 几名工人正在铺设方砖 经过三个小时的施工 缺失的方砖被工人们重新破好了 方砖之间的缝隙也用沙土进行了填充 路走起来也更安全和方便了 另外在排查中工作人员还发现 长春站北口附近的马路上 雨水井出现破损情况 他们在筹集了维修物料之后 就开始对其进行了维修 我们现在给我们全区的这个 雨水井进行排查 着重把雨水井加固 要不存在安全隐患 在一周左右 我们都能把上半年的维护任务完成 据徐帆介绍 截至到目前他们修缮景区150处 各类破损共修了400余处 下一步他们将加大日常巡查力度 问题发现一处处理一处 确保这些公共设施能够正常使用和运行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日常生活当中 消费者购物时会听商家的一些介绍 或者看一看相关的产品说明 还有严谨的会签完个合同之后 再进行买卖交易 尽管如此在消费过程当中 还是会有不公平的合同格式条款出现 对此吉林省消费者协会畅通了反应渠道 再遇到八方条款 您可以直接举报 提起不公平格式条款 消费者纷纷表示 在平时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过程中 经常会关注此类问题 吉林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表示 除了消费者所反映的情况 不公平格式条款的表现形式还是很多的 像教育培训领域消费可能存在的 线下课只能转线上课 孕妇式消费领域可能会遇到的 私教离职只能换教练退款不行 网络交易领域可能会遇到 本餐厅必须扫码点餐 这些情况均属于不公平格式条款 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 就是经营者通过通知 格式合同 电堂告示 声明等一些方式 限制消费者的这个权利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经营者的责任 和赔偿的这个义务 6月10号至7月10号期间 吉林省消协公开征集 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线索 重点征集包括汽车销售 网络交易 老年消费 餐饮服务 教育培训 家政服务 预付式消费 个人信息保护等17个消费领域 参与方式为向吉林省消费者协会 微信公众号发送消息 或者通过邮寄信件两种方式 我们通过点评 劝语 读出改正 约谈 还有呢就是提起诉讼的方式 进一步的去规制 社会上现在存在的这些 不公平的合同格式条款 如果您再遇到了霸王条款 请立即投诉举报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事千万别客气 我们说到消费 马上要到了一年一度的618购物节了 那今年的618 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精心准备了拍卖活动 小到手表 大到房子 车子都有 具体要怎么参加 怎么拍 咱们边看边了解 为加速执行财产变现 今年的618司法拍卖节 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 共集中准备了14件拍品 大家可在京东APP或官网搜索 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即可查看到拍品 其中包括位于长春市高兴区 宽城区 绿园区和北京市朝阳区的房屋土地 起拍价从31万元到900余万元不等 拍品标的总价值达2000多万元 像我们这次拍卖当中 有一处拍品就比较特别 它是位于北京市广区门外大街的 一处房产 起拍价是396万元 它临近地铁 然后临近北京站 想进拍的话 一定要查看一下 自己是否符合北京当地的 这个落户限购政策 看好拍卖公告 及下次说明 还有几处 在咱们长春市内本地的房产 就比如说这套 成大名都的这套房产 它的评估价 大约在110万左右 起拍价是78万多 除了房屋土地 还有捷豹汽车 奥迪牌小型轿车 宝马牌小型越野客车 凯迪拉克牌小型汽车 和起拍价 2万余元的欧米加手表一块 白色的A6比较值得购买 因为它是2015年制造 2016款的这个2.5自吸牌量的 行驶的公里是9万6千多公里 评估价是17万多 然后我们起拍价是12万多 如果大家想要详细了解这个拍品 可以在我们拍卖开始之前 然后联系我们的办案法官 我们会统一安排时间 进行对这个拍品的展示和开样 大家在拍卖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拍卖成交之后 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款 买售人会拍的 交纳的保证金也不予退还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提前了解一下 拍卖的商品有心仪的 相中的不妨去看一看能否捡个漏 但是规则再次向大家重申 因为拍卖成交之后 是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 如果买售人毁拍 所交纳的保证金也是不予退还的 我们再来说一说 长春市民吕先生 他乘坐228路去医院给亲人 缴纳住院费 但没成想在下车时 把手包落在车上了 咱们一起去找找 6月13号下午 吕先生在南湖大陆公交站点 乘坐一辆228路公交车 前往964医院 结果到了医院 才发现自己的手包不见了 我是头一天晚上 我在医院是个护理病人 我一宿几乎没小时要 完了把我困的就丢到上去 我在车上就睡着了 等我到地上了 邪糊涂我就下舌了 吕先生包里装的钱 是要缴纳住院费的 里面一共有3万多元 发现包不见了 吕先生自责不已 我紧忙着跑 他中间又跟那个调度去说了 完了之后 他就联系在那边 我在等半天 他们这经理啊啥呀 当时给我打电话了 给我打电话 我说这挺感谢 我特别高兴 当时都给我挤快了 早在吕先生发现手包移师前 在终点站 收拾车厢卫生的李树柏 已经发现了这个手包 收拾卫生的时候 发现后边 那个位置有个包 我拉开拉锁看一眼 里边有大量的信息 然后我就放在我的驾驶室里的 这时候我 发车时间已经到了 我就往回发 发回了第一时间 把包交由我们业务员了 车队通过包内信息核对 确认吕先生为施主 将包交还给了吕先生 拿回自己的包 吕先生别提过开心了 感谢 非常感谢你们28 所有领导和 近日通话市一男子 在弯弯川大桥下 夜吊 没声响 上游水库泄洪 大量的河水就涌了过来 男子因此被困在了江心岛上 无法返回岸边 事发后 消防立即赶到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救援现场的情况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 发现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 被困在距离岸边 约70米左右的江心岛上 由于近期持续降雨 为保证处于上游的弯弯川 水电站库存水位平稳 水电站开展了常规周期性戒红 此时水位正不断上涨 男子所在小岛逐渐被水淹没 情况十分危急 根据现场情况 救援人员首先联系上游 泄洪水电站观察停水 控制水位无栽上涨 同时安排救援无人机 向男子被困位置 定点投放救生圈 救生衣等救生设备 并通过无人机 喊话与男子进行沟通 安抚其情绪 考虑到水域情况不明 且水流速度较快 驾驶冲锋中存在安全隐患 所以救援人员利用安全绳 和水域救援碳干 涉水营救 在行径过程中 由于当时水域情况不明 我们只能用水域队然碳干 一步一步地往前进行摸索 同时由于当时水流非常湍急 加上我们使用的保护绳 被水的冲击造成很大的拉力 使我们在行径过程中 非常困难 把救援人员救援啊 把救援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男子被成功营救上岸 别断了 别断了 没事吧 好 好了 好了 我一看下水了我就过来吧 走这个都完了 一切卡了之后 我一看你看我衣服全死了 行你能平安上了 平安上了就下完了 以后就住夜子 命差点没了 你不敢过了 你那水 那点那种岛子慢没了 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我们都知道 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 那如果被占用的话 将会影响消防车的正常通行 一旦发生火灾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但是现在呢 仍有不少小区存在着 消防通道被占用的现象 看着让人有些心慌 上午8点 记者来到长城市二道区 鲁辉国际挪威小站二区 在11栋附近的消防通道入口处 门前张贴了禁止停车的字样 路面也画上了黄色禁停线 可依然有私家车停在了这里 那你要是真有事了的话 你能进来吗 这块堵着 记者在小区1区7栋附近 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随后记者来到了小区物业 反映情况 每天就是固定的 就是多长时间寻思查 我们都打电话请 我们在这种监控也能看见 你好 我物业的 麻烦你下来挪下车吧 因为咱们这现在在消防通道 都停着呢 好的好的 在物业的协调下 这些车主纷纷将车 开离了消防通道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 有的车主他不是业主 但是我们物业没有执法权 也不能拖到车 只能联系对有关部门去请 记者采访发现 相似的问题不止出现在一个小区 在屋中加天下三七 一众名城 临河风景等多个小区的 消防通道入口 虽然都有消防车 专用通道 严谨占用的明显提示 然而私家车停放的情况 立于建筑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明确规定 占用独色封闭消防通道 妨碍消防车通行的应该责令改正并处以罚款 各大位和物业公司应当对管理区域 或者是这个消防车通道 落实维护监管的职责 如果发现一些违规性的情况下辆 我们可以通过复达12345国 市长官方电话 进行那个举报投诉 如此看来 于情于法都不应该占有生命通道 在全国各地也都曾出现过 因消防通道被堵而延误救援的事件 那为什么消防通道被占用的现象 频频出现呢 记者在长城市内采访了多位车主 这些车主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早上来得早 人都没上班没走呢 所以都没有地上停 有时候晚上根本就找不着水位 就停得很远很远地上 根本就不够用 那不可能 那把路牙都上 交警主来提发 那也没找 那真是咋样 那没定乱停车 哪块不大块 我就停了 没有停车位 人人都买车 对不对 很多车主表示 现在私家车的数量越来越多 停车就成了难题 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朱立春认为 应该从增加停车位 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监管力度 三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停车难 这个是现在我们整个国内城市 不光一二线城市 甚至三四线城市 都面临这样一个很大的压力 这个主要就是我们国内 我们中国这个汽车 这个加强轿车发展的太迅速了 也说明我们这个经济发展的成效 很多小区 特别是老的小区 在停车位的设计上 就没有预留出这么多 所以造成了现在供需矛盾非常大 现在一个是释放一些停车位 包括一些起事业单位 一些公共停车位 他们包括一些 可以做一些适当的收费 但是你向社会释放 再就是做一些地下车库 除了合理规划场位空间 还要通过宣传教育和引领 从而达到观念和习惯上的改变 全社会都要营造 就是一种先进的 或者是科学的一种汽车文化 一是引导 二是有相应的完善制度 处待一些惩处的措施 让违法者得收到一些付出代价 我们再来关注铁路方面的消息 为了旅客的出行安全 高铁列车上是禁止吸烟的 但是仍有个别旅客抱有侥幸心理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近日长春铁路公安处 就查处了一位在高铁内吸烟的乘客 到天下午两点半左右 双压山西开往大连北的高7744列车 在运行途中突然降速 同时列车司机向城警反映 卫生间烟杆报警器报警 监警后 城警和车长立即赶往现场 通过对列车监控进行查询 民警发现 二车厢一旅客曾出入过该报警卫生间 当民警找到该名乘客并对其进行询问时 这位乘客却识口否认 你抽烟吗 烟有 但是我没抽 我看烟有 看烟是 你没抽 我没抽 这一个 由于该名旅客所拿出的香烟 与卫生间残留的烟头为同一品牌 随即民警向该名旅客出示了 卫生间仪器的烟头以及空烟盒 当证据摆在面前 这位旅客才承认了吸烟的事实 随后在下一车站 列车城警也将该名旅客 移交至四平东车站派出所 我说你就差了一勾 过一年吧 中午 过两个月就带车了 然后你喝完酒就 上昆了 你抽烟去 将该名旅客带回派出所后 民警也依法对其吸烟导致列车降速行为 进行了相应的处罚 我们派所根据质量管理处罚法 第23条一款三项之规定 依法对于其寄与行政拘留5日处罚 前不久在吉林火车站 有一位旅客进站时被民警给扣下了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名旅客到底犯了什么事 当天下午2点左右 吉林站安检员向执勤民警报称 发现一名男子携带的拉杆箱内 有疑似管制刀具 经民警检查 在其拉杆箱内查获了一把单刃刀具 随即民警将该男子传唤到派出所办案区 做进一步调查 就是这个包 他在过家里面的时候 在这名旅客过来了 然后就在他包里边将他那个管制刀具查获 随即咱们民警将这名旅客带到办案区 据该男子公述 这把刀是其哥哥做烧烤时留下来的 由于着急乘车就忘记拿出去了 没想到在近站购安检时被民警查获 你携带这把刀进入吉林站有什么目的 我是忘带了 我忘记把它拿出来了 不记得这个皮箱有一把刀 你这把刀是怎么来的 这把刀是那个我哥以前做烧烤留下来的 那现在你知不知道 携带管制刀具进入公共场所 是为法行为 知道 经认定这把刀属于国家规定的管制刀具 依据相关法律 周末因非法携带管制刀具进入公共场所 被吉林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8日 管制刀具的认定一般指匕首三轮刮刀 以及带有自所装置的弹簧刀 刀尖小于60度 长度超过150毫米的尖刀 和刀尖大于60度 长度超过220毫米的砍刀 在此提醒广大旅客 进账购票乘车 不要携带刀具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 长春市红旗街献血屋迎来一个特殊的团队 他们是疫情期间支援长春市红旗街 德昌社区的志愿者们 现如今他们又化身爱心使者 献血送爱心 6月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 长春市红旗街德昌社区 先锋志愿者公益群的成员们 共同商议后组织了这一场公益献血活动 就是嫌子做点对社会有用的事 都是自发的 也是第一次献血 需要这些血的人 其实也都听为他们捏把汗的 因为这个血的话 在有需要的人来说的话 他肯定是特别需要的 我们呢 其实这样献血的话 也是尽一些义务的 会坚持的 倡议在微信群中发出后 成员们踊跃报名 年龄最大的46岁 最小的20岁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参与公益献血 大家都希望通过公益之举 为社会做一份贡献 作为一个退伍军人 当兵的时候就总献血 然后回到地方之后 也能想为大家做点什么 毕竟退伍不退色 然后再回到地方之后 都是自己看到一个宣血屋 自己就去了 然后现在是感觉到 气氛非常浓厚 咱们光一个得上社区 就来了这么多人 无私奉献的人还是很多的 我认血型比较稀少 RH阴性血 是一个点评的熊猫血 对于血库来说 很缺少这样的血型 能帮助大家很多的需要 很自豪 这一次共有15名成员 参与了活动 公益群的成员们 还会做好爱心接力 会陆续组织参与公益献血 最近长春市中心血栈微信公众号 正式上线了 向新生儿 溶血病检查 RH血型鉴定 疑难交叉配血 这些专业的检测 大家可以通过手机 线上预约 线下检测 方便又快捷 记者了解到 向新生儿溶血病检查 疑难交叉配血 RH血型熊猫血鉴定等 临床检测项目 以往都是需要患者 在所在医院进行检测 预约检查的时间 以及检测结果出来的时间 相对较长 近日 长春市中心血栈微信公众号 就正式上线了 此类临床检测项目 线上预约通道 只需三步 集合完成检测预约 方便快捷 申请检测方式 手机端和PC端仅可 手机端用户 首先关注 长春市中心血栈微信公众号 在底部工作栏当中 点击我的 随后点击临床检测 申请即可 PC端用户 在浏览器中 进入长春市中心血栈 官方网站 点击工具栏中的 临床检测申请即可 大家通过工作号预约之后 可以在工作日 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 早晨8点半 到周五的11点半 或者是下午是 1点到4点血栈 来进行检测 那么检测报告 最快是当天就可以出 慢的也不会超过一周 都可以在网上 之后可以直接查看结果 近日吉林省人设厅等五部门 联合印发 关于扩大阶段性社会保险 筑企纾纷政策范围的通知 用实实在在的政策 助力各类主体市场 实现加速跑 该通知是在5月12号 我省出台的阶段性社会保险 助起纾困政策基础上 在加大降缓反补扩 社会保险助起纾困政策力度 具体体现为两扩一提一增 即环角三项社会保险 和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扩面 大型企业文港返还提示 新增一次性扩港补助政策 环角政策增加了受益对象 由适用于5个特困行业 扩为新增17个困难行业 以及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 延长了环角养老保险费期限 统一截至今年年底 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发放范围 在第一轮政策基础上 扩面至大型企业 以及未出现中高风险 疫情地区的餐饮 零售 旅游等5个特困行业 和其他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 大型企业文港返还比例 在第一轮政策基础上 由30%提至50% 此外 同时还新增一次性扩港补助政策 对企业招用今年高校毕业生 签订劳动合同 并参加失业保险的 发放一次性扩港补助 标准为每人1500元 截至6月10号 全省社会保险助企 输坑政策释放的红利已近75亿元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 长春中心之行组织开展了 信用记录关爱日主题宣传活动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关于征信的那些事 今天是全国第15个信用记录关爱日 那么什么是征信 大家对于征信的相关知识 又有哪些了解呢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长春市民 征信 我们开展这个活动 主要是采用线上加线下多渠道的一个形式来开展 线上我们主要采用像有线上直播 一些视频案例的展播 包括广播的宣传 还有这个有奖的知识问答等等形式 来宣传这个征信的相关知识 线下主要是依托商业银行 营业网点分布广的特点 组织全省的金融机构 开展面向社会广泛的线下宣传活动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能够引导社会公众 能够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诚信意识 积累信用财富 也是努力的营造知信 用信守信的社会氛围 共同推动了诚信吉林和法治吉林的建设 如果想要查询征信记录 可以拨打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吉林省分中心对外服务电话8894-9377 或者征信中心对外服务电话400-810-8866 也可以登陆征信中心官网 查询各地的咨询热线 以及扫描征信自助查询网点地图导航二维码 我们再来分享一个好消息 从今天开始 吉林省自然博物馆恢复正常开馆 可接受预约免费参观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自然博物馆 从今天开始自然博物馆向外开放了 从今天上午也是有游客陆续地来到自然博物馆 进行有序的观战 开馆时间是每周二到每周日的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 那我们现在实行的是限流 错峰预约的方式来进行参观 如果要参观了 需要在支付宝首页搜索吉林省自然博物馆 进入那个预约小程序 根据提示进行预约 进入场馆呢 大家首先是需要佩戴口罩 然后是听从安保人的安排 保持两面以上的距离 我身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有这个亚洲象的一个产品 是不是觉得它栩栩如生 其实呢 它是一只真的亚洲象的标本 这只象呢 就曾经生活在我们长春市的动植物公园 吉林省自然博物馆 共设有六大主题展区公市民参观 并设有五地太空模拟体验舱 攀岩 雾后观察等参与项目 市民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城管内的动态 还可以动物微信吉林省自然博物馆公众号 了解更多详细内容 节目的最后要提前的预告一下了啊 今天晚上的7点52分 也就是再过50多分钟 大家呢上户外 夜观天象就会看到超级月亮了 是的 所谓超级月亮说白了 就是今天晚上这个月亮个头特别的大 因为它是距离我们地球最近的距离 而且赶上满月 我觉得家长朋友们不妨带着小宝宝 咱们一起来夜观天象 感受一下这样自然气象的那种氛围啊 今天节目内容就这些 再见